台灣附近的雲量是偏多的 主要是受到北方下海的東北風影響 所以在迎風面的北部跟東半部 目前雲量都還是屬於偏多的一個狀況 在大臺北地區 可能還是會有一些飄雨的情形 比較主要下雨的地方 還是在季風培海岸跟宜蘭地區為主 在中南部地區 雲量稍微比較少一點點 但是今天受到東北季風影響 所以在清晨北部的低溫是 大概在20度左右 局部地區甚至有到達接近18度左右的低溫 到了明天水氣又會開始慢慢的增加 所以在迎風面的季風培海岸 東北部地區還有花蓮地區 和大臺北地區 降雨機率會變得比較高一點點 在宜蘭地區 可能也會有出現局部大雨發生的一個情形 在溫度方面 明天的溫度跟今天其實是差不多的 這一波東北季風發生最低溫的時間點 大概會是在明天的清晨 北部的溫度大概也是在20度左右 中原部的明天清晨低溫 也是在21-23度左右